歡迎各位小朋友又來到我們的小孩子三點鐘 爸爸媽媽鬆一鬆 好 今天又來到JC叔叔跟大家去講故事 今天我們跟大家講的故事就是熊貓噪堂 我猜小朋友很少現在會見到噪堂是什麼 噪堂其實是一種日本的文化 他們因為以前日本的房子很小 他們未必在家裡會有浴室 浴室即是洗澡房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出去外面去洗澡 而今次我們的主角就是熊貓一家三口 究竟熊貓懷著什麼秘密 而這個秘密就會在這個噪堂裡面發生的呢 不如我們一齊來看一下 這個 好 我們先看一下 好 今天我們的故事是熊貓噪堂 作者是Tupela Tupela 好 我們一齊來看一下 熊貓噪堂的驚人秘密就是這一書 這個是很像噪堂的時候他們用的標誌 這些是一些水晶器來的 這裡有些熊貓 好 今天一家三口 他們就開始說 熊貓爸爸就說 我們今天不如去噪堂 媽媽就說 好 那我先準備一下 熊貓兒子就說 嗯 太好了 然後他們一家三口就一起去了熊貓噪堂 這個是一個熊貓專用的噪堂 當他們進去的時候 因為男女是會去不同的噪堂 所以這次會是熊貓爸爸和熊貓兒子一起去的 熊貓爸爸就跟這裡噪堂的阿姨就說 阿姨 這裡剛剛好 六百元 爸爸 爸爸 我們快點啦 阿姨就說 歡迎光臨 原來我們的價目表就在這裡看到了 大人要五百元 小孩是一百元的 這個噪堂是借著熊貓以外的客人進入的 你看看後面還有一些很特別的汽水 是竹葉味的 當兩父子他們進入的時候 首先第一樣東西 他們要將他們的衣服脫下來 即是要脫下了 然後放在籃子上 咦 熊貓他究竟穿著什麼衣服的呢 這樣 這些是一些儲物櫃 我們會稍後脫下衣服就放進儲物櫃裡面 好 我們一 二 三 脫下 咦 原來這件黑色是可以拿得起的 然後他們就把衣服脫下來的籃子 然後看看他們在脫下什麼 咦 原來這對黑色的是他們的襪子來的 咦 還要突然 哎呀 我脫下了 原來這對黑色的沿途 咦 哈哈 噢 原來紅貓兩個黑色的眼仔 普通的黑色就是一副眼鏡 爸爸有一副的 siege 熊貓爸爸就會說我們進去了 然後兒子很開心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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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後面有個很有趣的海報 他說因為現在的黑色衣服很容易拿錯 所以大家要拿的時候 記得要留意那件衣服是否自己的 好 我們進去了 嘩 今天很幸運 今天是我們第一個客人 我們可以去一個沒有人的醋堂 可以任用 這個就是我們浸浴的地方 但是浸浴之前我們就要先綽好清潔 我們就用這個竹香洗髮精和超野洗髮精 一起去溶一下 咦 我們在這裡擦一下手 先把它擠好 把那些木浴爐都可以被打擦 然後小貓就跟熊貓爸爸說 這樣舒服嗎 我幫你擦一下背 Genesis 4,4 and span 日本人很喜歡互相幫大家擦乾淨的背後 當他們擦完背後, methods of chicken mittens 他們就會去洗頭 之後將洗髮精擦乾淨 1,2,3,倒水,啵,這樣就乾淨了 他們洗完身後開始入獄了 慢著,為什麼他們的耳朵是白色的? 明明是黑色的? 原來是洗乾淨的話,他們就會變白色 噢,他們浸在熱水裡,很舒服 他們把毛巾放在頭上 因為毛巾不能放進水裡,這樣會弄髒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借一借? 你好啊! 他們開始有很多不同的熊貓進來 他們也開始在聊聊天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見過新來的自養員? 你是不是說新井? 他真的很可愛 熊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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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熊,熊 唉,你不要吵,你要安靜一點 咦,我們昨天是不是見過面? 看見的 開始這個醋堂裡面,越來越多熊貓在這裡 開始越來越逼他們互相在這裡擦背 擦背後又洗頭 洗完頭之後,他又洗完身 越來越多人了 嗯,這個時候呢,我們都差不多了 我們洗完澡,我們要走了 好啊 然後他們就出外面,開始要擦乾淨的身 熊貓爸爸就跟熊貓仔仔說 嗯,你記得要擦得乾淨一點 就是擦得乾淨一點 之後呢,有些人因為洗完澡很熱很熱 所以有些人會在這裡透涼的 也都會有些人開始在這裡穿上衣服 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裡有個看重磅 有些熊貓就會上下磅 那他們就開始在櫃 櫃櫃櫃那裡拿回他們自己的衣物 在這裡慢慢穿上 咦,阿仔,你是不是穿反了衣服 咦,是嗎? 穿完衣服之後,我要先穿一對襪 咦,哪一隻是右腳,哪一隻是左腳 我認不回 哈哈哈哈,我把襪子戴在頭上 之後他們也慢慢穿上襪子 最後他們要戴上他們的黑超眼鏡 咦,咦,咦,咦 嗯,變裝完成? 噢,糟了 你忘了塗上頭 我們要用紅貓發蠟來塗它變成黑色 紅貓爸爸他又拿了一些紅貓專用的發蠟 它全部都是黑色,他就要塗黑頭 嗯,對了,我忘了先,我都一起去塗 看看,啊,突然間我發現原來這裡有紅貓超人的冰淇淋 即是紅貓超人的冰淇淋 即是紅貓超人的雪糕可以買得到的 嘩,看他的樣子應該很好吃的 好吧,我幫你去塗黑它 嗯,不知道媽媽她沖完沒有呢 我們一起出去看看它 嘩,媽媽媽你這麼久的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了,真是不好意思了 唉,我現在很餓,要快點回家了 之後,紅貓一家人就很開心地回家 呃,預備他們的吃晚飯啦 這一個就是紅貓操堂的秘密 對了,小朋友,你看不看到紅貓究竟有些什麼秘密啊 原來呢,他們那些黑色呢,是可以脫下來的 就好像呢,小朋友那樣 平時呢,你們呢,洗澡的時候呢 都要脫掉衣服才可以洗澡 原來紅貓呢,其實都會一起一樣 會脫掉他們的黑色出來的 這個呢,可能就是一個紅貓的小秘密啦 那我們今天就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 好,今天呢,說回今天的挑戰先 那今天的挑戰呢,就是呢 在紅貓操堂裡面 在最後,紅貓爸爸和紅貓兒子 他們呢,臨出去的時候 紅貓兒子漏了茶些什麼呢 第一,第一樣東西 就是呢,他查他的顏色筆 第二,就是呢,查他們的紅貓髮蠟 第三,就是呢,他們呢,查回他們的生髮髮 生髮髮出來 嗯,究竟呢,是顏色筆啊 紅貓髮蠟啊,只是生髮髮呢 會答的小朋友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話 就請你找你的家人幫忙 然後在我們這次的帖子裡 我們就會有一張Google form 那你就可以進去填下你簡單的資料 以及回答這條挑戰題 如果答對了,又被我們抽得到的兩位朋友的話 我們就會送回一本自選鬼本 或者是呢,來到我們restore那裡 有五十元的現金券可以用的 會答的小朋友 請大家呢,立即快點去答吧 另外呢,就是呢 日本人的洗澡的文化呢 可能呢,跟我們香港是有少許不同的 他們呢,特別呢 是會呢,和一家人一起去洗澡的 這樣,可能呢,有些時候呢 呢,我們呢,都有機會呢 可能呢,和家人一起去洗澡的 這樣呢,其實是一個很親密的表現 嗯,假如小朋友 如果你想洗澡的時候 其實你呢,最想呢 會和誰一起去洗澡呢 這樣呢 這樣呢,那會答的朋友 你也可以在那個Google form 和我們一起去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時間我們都差不多了 那在明天的時間 我們呢,都會繼續我們的 細細路三點鐘 阿爸阿媽鬆一鬆 好啦,那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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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